嗨 大家好 我是Ashley 很榮幸可以獲選 2020SVD的菁英焦點人物 如果你是健身新手 或是健身老手 你一定都聽過SVD這個品牌 它有各種強大的護具 然後都是在英國手工製造的 最喜歡我覺得會是腰帶吧 因為真的非常有質感 就有一種核心 滿滿的被保護的感覺 這個嗎 我其實很喜歡 因為我覺得有一個心機大戰的感覺 而且感覺比較調皮 沒有像過去那種 好像很嚴肅的感覺 新手的話 我會建議先選護膝 因為我覺得 雖然女生戀 可能不是想像中這麼重 但你要持續成長 你需要一直把重量加上去 那膝蓋它不是肌肉組織 所以為了好好保護你這個 壞掉就回不來的東西 護膝你穿上去 你就可以感覺到 它有一個助力 可能你穿上去之後 你可以蹲得重一點 然後也會覺得特別的有安全感 護腕的部分的話 我自己也會嘗試 在推比較重的時候 因為有的時候 我們推比較重的時候 你手可能會不小心 有一個不對的角度 所以要好好的保護自己 我的傷都是小傷 但是也因為有受過那一點小傷 有時候在做某些動作的時候 你會卡卡的 所以這時候就會更知道保護自己 就是事前預防的重要 我一開始也是會有很多的懼怕 跟不安全感 而且我沒有請過教練 所以我一開始也都是用那種 機械式器材 另一段時間之後 你會發覺說 你如果花一樣的時間 做一樣的動作 你用自由重量 你可以有其他方面的提升 比如說穩定性 或是你全身性的一個鍛鍊的 那現在我自己是更喜歡自由重量 我最近超忙 趕在幾個星期前 就要趕出一本書 新手入門健身 包含減脂一些觀念 書明還未定秘密 你如果想要讓自己 有更健康的生活 或是更好的體態 你需要跨出那一步 當你跨出去之後 你也需要好好的保護自己 你才可以一直的往前進